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8课 这就是Lesson 38 Water and Traveler 水和旅行者 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打开教材到223页 咱们来看一下这颗书的生词后档语 223页最下方 好 跟我念 多做快捷 Contamination Contamination Sanitation Sanitation Sewage Sewage 注意 英国人往往都说sewage 发生U的音 李老师说过 这个U到了每音中多数变成U的声音 就像第一U译 英国人都说do 每个人都说do 这么一个 这个也是一样 咱们英识翻译先读一下 Sewage Sewage 美音中把E去掉 本中U确实更好读 在里面 Se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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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声音 两个声音有点类似 但美音中确实那个E没了 咱们后走 Leakage Leakage Intermittent Intermittent Carbo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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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id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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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oh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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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infe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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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rilize Sterilize Ethinal Bactericidal Bactericidal Negligible Negligible Methylated Methylated 这个书的生词端语不是特别多 那么里面有几个特别重要的词汇 咱们先看一看 就是咱们要会用的一些重点词 我们首先看一看这个污染 这个名词 大声先来读一遍 Contamination 再来一遍 Contamination 叫做污染 这是名词 它的动词其实更重要 咱们先来看它同个的动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Contaminate Contaminate 学过三册同学应该有印象 在三册的五十四课 本能还是机制 咱们讲过这个动词 什么叫contaminate呢 就是to make a substance or place dirty or no longer pure by adding a substance that is dangerous or carries disease 使一个物质 或使一个地方变脏 或者不再纯净 通过什么呢 通过加入一些危险的东西 或者携带疾病 病菌的这个东西 就污染 玷污 我们大声再来一遍 Contaminate 一般都正常用极物动词来用 直接可以加病 咱们看一下例子 a river contaminated by chemicals 这是极物动词 当后置定义来用 这过去分词 被化学物质污染的一条壳 这还是极物动词 它用被动 是过去分词吗 就像a river which is contaminated 过去分词 chemical 可数名词 化学物质 咱们在复习第三册的五十四课的课文 三册的五十四课 它有这么一句话 We continually wages war on them for they contaminate our food carry diseases or devour our crops 我们老是对它们发动战争 这个them 它们 这有上下文 指insects 昆虫 因为它们就昆虫了 那么弄脏我们的食物 它们携带疾病病菌 并且会吞吃掉我们的庄稼 contaminate 就是弄脏的意思 食脏 这个经常也可以做比喻液 毒害某种的灵魂 心灵 做比喻液也行 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They were accused of contaminating the minds of our young people 他们被指责 怎么样呢 玷污了我们年轻人的心灵 把这个纯洁的心灵玷污了 他们被指责 也能发现他们被指控 accus多意思吗 指责指控都有道理 那么在这没有上新文 我们就两个就都对都同顺 再比如说 children are becoming contaminated by the prevailing cynicism of the age 孩子们现在变得被玷污了 被什么所玷污了 by the prevailing 叫流行的 现在到处都是流行的 这个cynical叫愤世极俗的 cynicism就愤世极俗 愤世极俗 就认为世界上没有好人 这个时代的愤世极俗 流行的这个观念 孩子们心灵被玷污了 这是contaminate当比喻也行 就不一定是把物体弄脏了 心灵搞脏了 这个也行 同根词顺便可以记住 一个是可数名词污染物 表示污染物用它是一个树面语 一般我们用plutant 但用contaminant 这比较正式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taminant 一般我们用plutant 表示污染物 但这个词比较正式 就substance that contaminates things 可以污染东西的 这个物质叫污染物 但本文中是不可数名词 表示污染 什么什么的污染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ontamination contamination you表示uncountable 不可数的 就表示contaminating or being contaminated 污染或者被污染的状态 都叫contamination 好 第一个污染相关的词汇 跟老师就看在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卫生系统 或者卫生设备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anitation sanitation 卫生系统 或者卫生设备 这个我们先看 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sanitation呢 首先它是 uncountable 不可数的名词 叫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by removing and treating waste dirty water etc 就是保护公众的健康 通过把它清除掉 或者是处理这些垃圾污水 等等等等 就是叫卫生系统 或者卫生设备 它目的是保护百互健康 保护百云健康 把垃圾清走 或者处理污水 这么一个叫sanitation 这个我们先看看 它常见的搭配 我们经常可以用 这些形容词来限定它 尤其用于 inadequate sanitation 叫做不够好的 这些卫生系统 或卫生设备 inadequate就不称值的 不够好的 poor就糟糕的sanitation 但注意都是不可数名词 sanitation不可数 咱们看一些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disease resulting from poor sanitation 由糟糕的卫生系统 而导致了这样一些疾病 再比如说 在本文中 就是咱们223页的第一行 223页第一行 也是出现了类似的答题 它说 contamination of water supplies is usually due to poor sanitation closed to water sources 就是水供应水资源 这个饮水供应的污染 通常都是由于 在水源附近糟糕的 这个卫生设备而导致的 poor是糟糕的 sanitation不可数名词 inadequate也行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many illnesses in these temporary refugee camps are the result of inadequate sanitation 很多这些疾病 在这些临时性的难民营里的疾病 怎么样 都是由于卫生系统不良 而导致的结果 就不够充分的 不好的卫生系统 这个跟poor可以看得近一词了 这是sanitation 那么我们其实比它更常见的一个词 是卫生的保健的 叫sanitary 这个词要常见得多 咱们以前在例句中也见过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anitary 什么意思呢 就connected with keeping places clean and healthy to live in especially by removing human waste 就是我们与什么相关呢 与保持一个地方相关的 或者是让这个地方能够健康地 居住在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事情 尤其是把人这些垃圾垃圾粪便 把它清除掉 就是清洁卫生的 卫生保健的 那就是垃圾处理 什么 人类扔的垃圾和垃圾和粪便的处理 保证老百姓不得病 让这个地方适合人居住 这个的 有卫生保健的 有时候 有这么一个词可以来替换它 两个词同一词 大声来读一下 hygienic 这是卫生清洁保健的 跟这个类似的 咱们也是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overcrowding and poor sanitary conditions led to disease in the refugee camps 过分的拥挤和非常差劲的卫生保健的条件 卫生状况 导致了难民营中的疾病 这是卫生保健 清洁卫生的 叫sanitary 再比方说 the hut had no cooking or sanitary facilities hut就是小木屋 小棚屋 这个小木屋里面 根本没有烹饪和卫生设施 就是根本没有什么 什么马桶 什么下水道 这个能够扔垃圾 还有上厕所的地方 没有这个做饭和上厕所的地方 就厨房 卫生间 没有 所以小木屋里面是指这个东西 sanitary 清洁卫生的 尤其是处理人类的食尿的 这个就是售备 相对的清洁卫生 跟hygienic是类似的 那么这两个词都来自于同一个字根 就是san 这个字根顺便可以记住san 这里比较whoo 这个不是完全的 是健全的健康的 因为我们知道 wholesome 如果在whoo上面 就后面加s-o-m-e wholesome 本来就表示健康的 所以后这个字根 在san表示whoo这个含义 它并不完整的 是健全的 比如说我们常记得形容词sane 神智正常的 就是人没有精神病 神智正常 或者翻译成人很明智的 这两个含义都行 这来自san 健全的 我们大声诺下 sane sane 它的名词形容词就是神智正常 或者人的明智 这个时候翻译变了 字母A本来ad 大声诺变 sanity sanity 反正at这个声音 神智正常 或人的明智 反应词更常见 就是精神失常的 或者是疯狂的 愚蠢的 我们经常说 are you insane 你疯了吗 are you 表示not 不吗 神智不正常了 大声来读下 insane insane 精神失常的 比如说精神病了 或者表示疯狂的 很愚蠢的 都可以 它的名词形式 精神失常 或者疯狂愚蠢 还是把a 由a 变成i 这个声音 大声 我们大声再来 insanity insanity 精神不正常 或者表示愚蠢 疯狂 都行 再比如说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词 清洁卫生的 我们大声再度下 sanitary sanitary 使人质 他健康 他不得病 不卫生的 在前面加i in就行了 对吧 大声里面 insanitary insanitary 就刚才前面加i in i in不是 不是不的意思吗 不卫生的 还有卫生系统和设备 再度一面 sanitation sanitation 保证健康的 对吧 还有公共健康专家 我们 in可以表示某种人 我们大声再度下 sanitarian sanitarian 就是研究公共健康方面的专家 还有我们说 疗养院 尤其病人休养 一边治病 一边让慢慢痊愈的地方 sanitorium 大家还记得吗 18课咱们讲过 海豚那个时候讲过 Ium可以表示某个场所 让你慢慢变得健康的场所 我们大声再度下 sanitorium sanitorium 表示疗养院 总之都是跟健康相关 好 这几次 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接着看一看 下水道里的污水 或者污物 脏东西 一般指下水道里排放的 这个粘了八几的 什么污水 或雾 我们大声再度一下 sewage 当然我们用的是美式翻译 英式翻译都是sewage 但是都是不可数名词 咱们看看是什么意思 the mixture of waste from the human body and used water that is carried away from houses by pipes and the ground 这解释特别清晰 这是混合物 什么混合物呢 就是这垃圾的混合物 就一个是人体排放的垃圾 就屎和尿来 还有用过的废水 像厨房倒的那脏水 那是被什么 被从房间里被带走的 通过什么 地下管道被带走的 这个污 就是下水道里的污水 污污脏东西 都混在一块的东西 叫sewage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一些例子 注意不可数名词 你说污水处理 sewage disposal 或者是sewage treatment 都可以表示处理的意思 污水处理 污水的究竟还该怎么去处理 我们也进一步来看一看它的同根字 同根字就是sewar 就是我们说下水道就好了 下水道的污就是sewage 下水道本身 我们大时再读一下 sewar 当然英文都是sewar 美国都是sewar就好了 什么呢 a pipe or passage under the ground that carries away waste material and used water from houses factory etc 就是这样的管道 或者这样一个通道 在什么呢 在地下的管道 和地下的通道 能够带走这些 废料的物质 没用的东西 或者是来自于家庭 或者工厂里的那些废水的 走这个东西的东西 下水道这个管道 这个叫sewar 可以跟它同时记住 那么下水道的污水 就是sewage 我们不妨回忆回忆 三册第15课讲过的drain 三册食物课 50遍识的麻烦 怎么见过 大声再读一下 drain drain 这是多一词 British English BRE表示英诗英语 它表示下水道或者地垢 在食物课是这个意思 在American English美食英语里 也是客戳名词 它表示卫生间 或者厨房水池的排水口 卫生间地下的排水口 或厨房大水盆 底下的排水口 也叫drain 这个是一次多译 咱们先看一看 三册第15课的课文 On his way to the sweet shop He dropped his 50 pants and it bounced along the pavement and then disappeared down a drain 在他去糖果店的路上 他把这50遍识的硬币给掉了 并且他蹦蹦跳跳地沿着这个 便道在滚来滚去 指硬币来 然后呢 消失到了一个地沟里面去 掉地沟里面了 这drain 这英识的用法 我们还有看地沟盖 也是在三册15课里面 再看回忆第三册的原本 Jewer took off his jacket rolled up his sleeves and pushed his right arm through the drain cover 乔治脱了他的夹个衫 卷起袖子来 并且把右胳膊用力挤进了这个drain cover 就地沟盖 cover不是盖的意思吗 还是地沟 还有一个我们第三课讲过的 就是七七个年语第三册的第三课 叫排水 drainage 这是不可数名色 表示排水这个行为 大声来读一下 drainage drainage 排放污水这个行为 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三册的第三课 the city was even equipped with a draining system for a great many clay pipes were found beneath the narrow streets 这个城市甚至还装备着排水系统 叫drainage system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辖植的街道下 发现了很多淘土做成的管道 这是跟我们这个什么污水呀 下水道啊 可以同时记住 这是三四色之识融会贯通 好 这个词跟老师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断续的或者间歇的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一会儿有 一会儿没有 断断续续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termittent intermittent 断续的或者间歇的 先看英文解释 什么意思呢 就是stopping and starting often over a period of time but not regularly 就是经常停止 开始 在一段时间之内 停止开始 但是却没有规律 这一会儿停止 过一段又开始 一会儿又停止又开始 中间没有规律 断续的或者间歇的 我们看例子 intermittent bursts of applause 一阵一阵一阵的掌声 一会儿停了 一会儿开始 一会儿止歇 一会儿开始 中间的时间不定 断断续续的掌声 burst表示突然间爆发 intermittent intermittent flashes of light from the light house 来一下灯塔了 海上的岛屿里面的灯塔 从灯塔里传来的一阵一阵的闪光 一会儿亮 一会儿灭 一会儿亮 忽明忽暗的闪烁 中间没有规律 就要断断续续的 intermittent 这边有字根 这个字根重要 就是mit或者miss 它表示送 好多词都有这个 一下intermittent 它来自动词intermitt 这个动词表示什么 本身就表示暂停的意思 为什么 inter这个字根表示between 咱们多次见过 中间送一下 中间送一下 中间送到这就停了吧 一会儿开始 中间又给你一个 又停了 在中间送一下 叫暂停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种词 intermitt 中间送你信号 别干了 停了 一会儿开始 再给你信号 在中间送给你 叫暂停 断续的间歇的 就是这个词的同根的形容词 大声再读一下 intermittent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暂停 或者表示演出的目间休息 用它一下 大声来的 intermission intermission 这个中间送进去信号 让你停下来 还有我们大家更熟悉一些词 比如说 admit 准许某人进入 或者承认都行 这个ad 这个字头 相当于动词不定式符号 to 去做这事 去送进去了 去送进去了 让你进去 去送进去了 让你进去 准许进入 或者承认 某人的观点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mit 当然它的名词发射或者发出 叫做再度下 emission emission 什么什么的发射或者发出 还有常见词叫omit 你看这个mit不变 还是send送 前面字母o 有的时候是ob 表示away send away 给送走了 不要它了 给它送到一边去了 送走了 刚好叫省略 或者删除 或者翻译成忽略 或疏忽 都行 我们大声都叫omit omit 本来在这 把它送一边去了 省略删除 或者疏忽 它的名词是 大声都变 omission omission 继承了动词的含义 还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 permit per 可以把它通 叫穿过去 从这一直到那边了 刚好送 从这边到那边 允许通过了吗 允许从这通过 send through 刚好有允许的意思 翻译着允许 答上来遍 permit 就是送通过去了 我让你过了吗 permit 名词当然是 再来遍 permission 允许 再比如说 咱们都多看几个 这个词叫submit sub 可以表示在下面 从下面往上送 sub表示enter 提交上交 或者服从屈服 如果把东西都给你了 我服了吗 提交上交 或服从 大声的叫submit 从下面往上送 它的名词再读一遍 submission 提交上交 或者服从屈服 它的形容词形式 在三册第九课 飞猫里面讲过 叫服从的 或顺从的 大声那边 submissive submissive 不好记吗 对吧 再比如说transmit trans 这字头咱们太熟悉了 表示穿过吧 从这边一直到这边来 把这边的送到这边来了 原来这边送到这边来了 刚好传输或传播或传染都行 咱们再读一遍 transmit transmit 咱们说性病 叫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咱们说过 它的名词形式 传输或传播或传染 就用这个名词 大声赞 transmission transmission 多好记 再接着记 还有一个词 叫remit 又是常见词 可以表示赦免宽束 或者表示给某个汇款 这个MIT 还是send RE可以表示back 送回去了 送回去 不是赦免宽束 回家吧 别关着了 赦免宽束 把它送回家了 或者把它钱往加勒基 往加勒基回去 钱回去 叫汇款 都用它 再读一下 remit remit 但注意 它的名词形式有两个 如果表示赦免或宽束 用这个名词 大声那边 remission remission 送回家了 但是表示汇的款项 或汇款这个行为 用这个词 remittance remittance 但是动词都是remit 往回送 送回去 再比如说看难一点的词 menumit 这个mit还是送 manu 是个字根 我们在第三课 第三册的第四课就讲过 表示hand 手 把手送出去了 原来手关的是手不许出来 现在手出来了 解放了 尤其强的解放奴隶 大声读一下 menumit menumit 它的名词就是奴隶的解放 再读一下 manumission 所以的intermittent里面出现重要字根 就是send 送 mit 这个顺便可以相关词 同时记住 这个生词 陈老师就看在这儿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修毒剂或者杀菌剂 大声多一下 disinfectant disinfectant 消毒剂或者杀菌剂 老规矩 先看个英文解释 什么叫disinfectant呢 这是a chemical or a cleaning product that destroys bacteria 一种化学物质 或一种清洁的物质 它能够杀死细菌的 这种物质或清洁剂 那就是消毒剂 杀菌剂 清洁剂 能够杀死细菌的 这个东西 叫做disinfectant 这个杀菌剂 咱们看一看它的同根字 这同根字特别多 首先第一个 就来自于我们 以前见过的传染 我们大声读一下 infect infect 就是give someone a disease 给某人这个病 就是把它传染上了 这个传染的搭配 咱们首先先记一记 叫infec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给某人传染上了这个病 先跟这个人 with后面加这个病就好了 你比如说 he has been infected with HIV 他感染了艾滋病毒了 这是用被动了 be infected with 是感染传染某人这个病 同时我们再记它的名词形式 在大声那边 infection infection 它如果表示 机命的传染传播 抽象词不可数 但如果表示传染病 就可数了 叫infection 这是传染病 我们同时记消毒动词形式 就是让你不得传染病了 对吧 把细菌杀死了 杀菌或者消毒 大声度加 desinfect desinfect 本文中消毒剂杀菌剂 不是desinfectant吗 后面加ant 别的名词就好了 这个好记忆 我们在复习17课讲过的 传染性的 还记得吗 17课讲那个兔子 当然我们先看一些例子 desinfect 看一些例子 你比如说 desinfect a wound 给伤口来消毒 desinfect a surgical instrument 给外壳手术器械来消毒 desinfect hospital ward 给病房来消毒 消毒杀菌 desinfect 名词杀菌剂加ant就好了 下面我们回顾 17课讲过的形容词 传染性的 仔细父义同学 可能还记得 我们大声分别再读一下 infectious 刚才那个词后面叫iOS 还有contagious 还有communicable 它来自communicate 可以比较传染的意思 再来一遍 infectious contagious communicable 注意这三个词 做定语 做表语都可以 你比如说 做表语 be highly infectious 或者contagious 或者communicable 高度传染性的 这是做表语 传染病也可以叫infectious diseases contagious 或者communicable diseases 传染病 做定语 做表语都行 但回顾一下 17课讲过 还有一个叫传染性的 就是catching这个词 这个词只能做表语 不能做定语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atching catching 比如说不能说 a catching disease 不对 catching得换成上面三个词的任何一个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 I hope his code isn't catching 我希望他的感冒不传染 这是跟传染相关的词汇 有新知识 有复习 这个词更好是看到这 好 本科书中最后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杀菌的 又来了 我们在跟杀菌记的词 跟同时记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bactericidal bactericidal 杀菌 什么叫bactericidal 就是destroying bacteria 这个解释简单 就是能杀死细菌 叫杀菌的 这个词为什么还看一看 它有字根 就重要的字根 CID 有的时候变成CIS 它表示cut 用刀来切 用刀切细菌 把细菌杀掉 用刀来杀它 有这么一个词 所以这个特别好记 我们再读一下杀菌的 bactericidal 那前面不就来自bacteria吗 用刀来切细菌 杀菌的 在边多看几个 还有一个词 叫做眼简易该的 简洁的 语言简明恶药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concise concise CINWIN 表示一块一起together 一块都切掉了 把多余的通通的一块切掉 是不是叫眼简易该的 都切掉了吗 对不对 那同样的 语言的简洁 眼简易该 直接用名词形式 大声度变 concision concision 注意concise 名词变成concision 眼简易该 还有呢 我们的excise excise ex表示out 在外面 切到外面去了 切掉了 切走了 刚好切除 或者叫删除 都行 我们大声度下 excise excise 就切掉了 CIS也是cut 去切 切除或者删除 它的名词形式是excision 切除或者删除 继承了动词答应 再来面 excision excision 就cut out 切掉了 对不对 给这么近 还有一个词叫incise 这个in 就是into 进去的意思 切到里边去了 刚好在切开 切到里边 把两边扒开 看看里边是什么样的 切开 或者在木头上 石头上雕刻 对吧 所以叫这么做 切到里边去了 对吧 切进去了 大声来遍 incise incise 它的名词和形容词 同时计 名词叫切开 或者手术的一个切口 或者在什么苹果上的一个切 这个小口 都弄它 大声来遍 incision incision 有规律 名词变成这个 同样的 我们的形容词形式 右边的I了 大声来遍 incisive incisive 它要翻译成敏锐的 有洞察力的 有洞见的 为什么 一身间歇 一下切入进去 看到问题的本质了 我们再分别读一下 先读动词 incise 再读名词 incision 再读形容词 incisive 都是跟切进去相关 来 这也很好记 再看一看 比如说 precise 大家都认识 叫精确的 PRE 可以不是before 提前都切掉了 没有多余的东西 提前都切掉了 这东西很精确 没有多余的 对吧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recise 再读形容词 再读它名词形容词 精确 precision precision 是这么一个 再回顾以前讲过的词 比如弑父杀死自己的爸爸 我们叫petricide 大家记得吗 PATR 或者PATR 表示爸爸 后面用刀来切爸爸 弑父 就杀死 亲生父亲 这个行为 大声都下 patricide 如果杀死自己的母亲 叫弑母 前面把P换成M就好了 MATR 我的MATR 表示mother 母亲的意思 拿刀来切母亲 侍母 大声里面 matricide matricide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杀死自己 自杀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suicide suicide 前面su 可以表示self 拿刀割自己 自杀 形容词自杀的 大声读一下 suicidal suicidal 这个sidal 我跟本文中 bactericidal 是类似的 叫自杀的 还有我们说 杀虫剂 或者农药 多少记 叫pesticide 这个pest 本身不就害虫的意思吗 用刀来切害虫 杀死它 杀虫剂 打成了吗 pesticide pesticide 杀虫剂 或者直接翻成农药 就好了 还有一个叫 除草剂 这个也特别好记 打成了吗 herbicide herbicide 这个herb 这个字根就表示 grab草的意思吗 用刀来切草 杀死这个草 叫除草剂 当然美国人 也能读成herbicide in美式 herbicide herbicide 都行 这h发不发音 都对 都可以 在英国国家 h必须发音 读成herbicide herbicide 这个是英诗 每次读成herb 或者herb 开头都可以 这是相关的几个词 可以同时记住 好 38课里面 生词不是特别多 但重点词就不少 尤其有一些重要资根的词 希望大家反复多次收看 不要把这个课程看一遍 锁码官方看一遍就完了 看一遍之后根本记不住 希望大家反复多次收看 把它牢牢的印在脑子里面 这个词词才没有白学 一定要把它复习到位 否则的话 这个水到了30度 飞了半天气 亮到零度 跟没有烧过完全一样 一定多次复习 牢牢把它记在脑子里面 把它烧开了 烧到100度 即便亮凉了 那也是亮开水 所以不要看一遍之后 李老师又不是明星 看一遍 看连学去好了 一定把李老师讲的质点 老得记住 好 38课 生词和短语 邓老师就看到这里